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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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Enter 歡迎收看Enterbox的Computex 2019特別節目 這次我們到南港展覽館 一館一樓的Seasonic攤位 彈位編號是I0218 印象深刻的 就是他們無風扇的電源供應器 已經做到700瓦 很適合需要安靜又需要效能的 創作者 馬上來聽聽海運的介紹 非常歡迎Enterbox 今天來到Seasonic海運的展位 我們Seasonic海運 是1975年成立的 從2005年拿到第一個ATPLUS 認證之後一直都是一個 節能先驅的廠商 然後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陸陸續續推出了很多ATPLUS 一直到了2017年 我們推出了ATPLUS太金系列 太金牌的效率達到94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新的Prime系列 最頂級的產品的最高瓦數 1600瓦 這個是Prime TX 1600 600瓦是我們最新的產品 效率一樣是94%太金牌 使用的風扇是13.5公分風扇 它的特點是 它是用了我們最新的方案 Interleaf BFC加上LRC的架構去做的 另外呢 這個是全部使用的是全日系電容 包含它裡面的Performance 都是目前中目前現在最高的級別 就是業界最高的級別 我接下來有介紹下一個產品 也是太金牌但它很特別 它是沒有風扇的電源 看一下這一個 去年我們在Computex展出的 是一個600瓦無風扇的電源 今年呢我們是把它拉到700瓦 去年我們展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是業界唯一一個太金牌 無風扇的電源 今年我們在自己突破自己的紀錄 然後我們把瓦數延伸到700瓦 是主要的考量是因為 某些主流的遊戲用戶 他們用的顯卡 可能都需要高功耗的顯卡 所以我們就希望說用到700瓦 可以讓他們搭配比較主流的顯卡使用 接下來我們介紹新的一個產品 這個是小的電源 STX800 這個是XFXL 長的XFX小電源 那它的長度是12.5公分 乘上12.5公分 比一般的XFL的長度再長一點 但是這個好處是它可以容納12公分的風扇 12公分比一般小的電源 用的7公分或8公分更近 然後再加上它的散熱會更好 它會比一般的7公分或8公分風扇 散熱的面積會增加48% 然後另外我們這個是唯一市面上 唯一一個太金牌的小電源 就是沒有別人沒有的 然後我們一樣把瓦數做到800瓦的目的 也是希望搭配一些主流玩家的主流高端寫卡去做的設計 這就是我們目前三款比較主流的產品